啊,印度,神奇又美麗的地方,不是嗎? 好吧,如果曾經去過這個國家,甚至只需神網,你都會情不自禁愛上它 以廣一點的視角來說,也就是上升到國別水平,而不是遊客個人的角度 人們對印度的熱愛也很多,那麼,是哪些國家對香料之國飽含深情呢? 好吧,有以下這些,第一,阿富汗 幾十年來,印度和阿富汗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很好 印度是20世紀80年代最早承認阿富汗的國家之一 自此,兩國關係緊密,需要使常互相幫助 阿富汗知道,它可以像依靠合作夥伴,甚至是導師一樣依靠印度 因為印度會在困難時,雪中送炭 和平時期,印度也沒有忘記這個好夥伴,無論是建學校或修道路 贊助獎學金和提供其他援助等等都有 在2007年和2008年,阿富汗政府甚至稱印度為其最珍貴的夥伴 並以兄弟國家相稱,如果這都不算真情,我不知道什麼才算了 第二,緬甸 印度和緬甸擁有長達1643公里的交界 它們有著強烈的歷史淵源 也因此不得不有某種關係 但某種,並不足以描述這兩個國家 因為它們之間有著溫暖的友誼 儘管緬甸在20世紀時,曾經困境重重 但作為鄰國的印度,一直提供著無盡的支持和鼓舞的能量 1993年以後,兩國關係穩步改善 今天,印度是緬甸商品的最大買家 他們甚至建立了連接印度、緬甸和泰國三邊的公路 嘿,友誼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真是棒極了 第三,馬爾蒂夫 提到馬爾蒂夫,你腦子裡會浮現什麼? 蔚藍的海水,雀翼的小木屋,溫暖的熱帶陽光 啊,是的,真正的島嶼天堂 好吧,這個國家恰好也在印度洋中 與印度有著非常特殊的關係 首先,印度是1966年馬爾蒂夫脫離英國後 第一個承認其獨立的國家 如果想成為別人的朋友,承認是一個好開頭 兩國也確實成為了密切的合作夥伴 50多年來,他們在大大小小的問題上堅持合作 更重要的是,印度甚至參與了卻保馬爾蒂夫的安全問題 嗯,多麼友好的鄰居啊 第四,斯里蘭卡 印度是斯里蘭卡的唯一鄰國 他們位居帕克海峽的兩岸 顯而易見的就是,包括地緣在內的各種因素 使得兩國需要共同努力以實現大業 他們確實做到了 不管曾經有多少問題和緊張關係 近幾十年來,印度與斯里蘭卡的關係都有了很大改善 比如說,2004年斯里蘭卡地震後 印度是最先對其鄰國伸出元首的國家 這足以說明他們是互相關心 我相信兩國的未來會光明無限 第五,澳洲 鑑於印度和澳洲都曾屬於英聯邦 要說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也不足為奇 曾經隸屬於大英帝國 兩國之間有很深的文化連結 值得一提的是 自殖民時代起 他們共享著對板球和曲棍球的熱愛 事實上,板球在印度和澳洲是如此的受歡迎 以至於他們的國家隊經常互相巡迴演出 其中最好的事情 可能就是當有才華洋溢的年輕印度板球運動員 獲得獎學金在澳洲板球學院受訓練 看起來,友誼可以帶來很多好機會 第六,日本 歷史證明 沒有什麼能降低日本和印度之間的溫度 我是說,日本確實在90年代後期 一度對印度實施制裁 但即便這樣 也沒能削弱兩者之間的聯繫 有日本企業的巨頭如索尼和林木 在印度建立生產基地 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強大合作和夥伴關係典範 但最重要的友好姿態 可能就是發生在2008年那次 兩國簽署了一項協議 根據該協議 印度獲得了45億美元貸款 用於建設連接德里和孟買的高速鐵路 當然,貸款是需要歸還的 誰會敢想白送這麼多錢 但利息極低 欸,給朋友的特殊待遇,對吧 第七,新加坡 新加坡作為舉足輕重的貿易港口 1965年獲得獨立時 當時可以說是相當脆弱 各國當時都希望吞併它 但只有印度提供了幫助和聯盟 而不是整併計劃 自此,新加坡和印度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實際上,新加坡已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兩國互相進口和出口各種貨品 第八,泰國 如前所述 印度建造了一條連接緬甸和泰國的三邊公路 這要歸功於一個有趣的事實 1991年以來,印度實施向東看政策 意味著它將致力於和東南亞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 與此同時,泰國開展了向西看政策 該政策與印度執行的基本相同 只是方向相反 因此,自然而然地 他們的政策在行進的中途相遇 並簽訂了多個協議以穩固關係 但僅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兩國也有很多共同之處 印度對泰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其中一些道德倫理 甚至成了泰國學校教授的內容 要知道,這種舉動的信任程度 可是相當之高 第九 韓國 印度和韓國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人們相信韓國的傳奇徐皇后 從遙遠的國家而來 嫁給了蘇羅國王 那個國家很可能就是印度 不管怎麼說 從那時起,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印韓兩國之間的友誼達到了最高點 任何韓國公民隨時都可以前往印度 而不需要簽證 抵達以後,再落地辦理就好 兩國的貿易在過去幾十年中 也一直以今年的速度增長 這,證明了兩國對雙方協議的認真態度 第十 亞馬加 亞馬加是我名單上 另一個自從大英帝國時代以來 就與印度有著許多關聯的國家 和澳洲一樣 亞馬加同屬於英聯邦國家 而且,有些人會說是最重要的就是 都喜歡板球 有了這個共同點 他們的關係能不盡嗎? 總之 印度幾乎包了亞馬加的所有出口產品 僅此一點 就足以讓他們的關係熱忱而緊密 他們盡全力互相支持 成為國家之間擁有真正友誼的一個範例 第十一 法國 被感意外嗎? 嗯,實際上 這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印度與歐洲各國的關係也相當友好 尤其是法國 幾個世紀以來 兩國一直保持著牢固的文化和貿易關係 並且自1998年以來 他們還成為了戰略夥伴 事實上 法國是少數全力支持印度的國家之一 兩國都為對方設定了特殊的日子 他們將夥伴關係描述為特殊關係 這在外交語言中可謂意義深遠 第十二 英國 當然 中國和夥伴關係能解決任何問題 在2010年時 時任英國首相表示 印度和英國有新的特殊關係 啊,又是這個外交用詞 第十三 伊朗 在以前 印度和伊朗在許多領域上都有分歧 但目前兩國的關係非常緊密 2005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71%的伊朗人對印度是正面積極的看法 這個百分比肯定是代表了絕大多數的人 以更大的範圍來看 兩國在貿易、戰略和能源合作方面 一直都是密切的合作夥伴 儘管在全球舞台上仍有不同看法 我猜他們真的是像朋友一樣 求同存異 你所在的國家與哪些國家的關係友好呢? 在下面的評論區發表看法 不要忘記給這個影片點讚 與朋友分享 點擊訂閱按鈕留在量生活吧! gew極度不在身上 Haine 演唱會 演唱會 飾演 作的 演唱會 演唱會 演唱會